我請我們服務客來幫我剛好記憲 各位媒體記者朋友大家好 不安啊 這一則是比較好康的 就是說 我們為了鼓勵民眾 多利用電子憑證 電子憑證就是資安憑證和金融憑證 來報稅 或是用稅額試算 來完成103年度的中國索稅的現報 所以我今年 有提供了抽獎的活動 這個大獎最大的是汽車一台 一件八百cc的 這個活動主要說 涉及在南區國稅區峽區 南區國稅區峽區包括嘉義縣、嘉義市 台南市、屏東、台東縣及澎湖縣的那些優點 你如果在6月1日以前 完成那個報稅 完成報稅的話 就可以參加抽獎的活動 我們會在104年7月9日 公開抽獎 只是用電腦隨機的方式公開抽信印 所以今天的獎項 總共有105個 最大的就是我剛才講的 一千八百cc的汽車一部來 頭獎兩頂三米建五萬塊的兩頁 三米建三萬塊的三頂 其他的就是像這個新高一邊講的 所以我們還是 五月報稅的期間 所以還是鼓勵民眾 多利用自然電評證或金融評證 透過網路來報稅 或是由國稅機提供的稅額試算 來完成報稅 所以你就不用說 一直跑到國稅機來排隊 或是省家裡很多人寶貴的時間 以上報告 謝謝 這是我們好康人活動 報給大家知道 那繳退稅的部分其實跟網民都一樣 我們還是鼓勵大家可以用金融帳戶 來繳稅或者是退稅 這樣子對我們正大雙方的記者們 其實都是最堅實的 我們的新聞稿大概就是這些內容 不知道各位媒體朋友 有沒有什麼問題要提問的 以上嗎